大五轮沙滩是北台湾难得的细水盛地 许多人喜欢撑着洋伞 在沙滩上享受日光浴 不过现在却引发当地商家出面沉情 当地商家就指控坏来的业者 直接在沙滩上放置帐篷还有躺椅 一般游客来就会直接租用 让守规矩的业者根本没生意可做 这个沙滩都是很差的 假日的时候更严重 对啊 以前我们没有反应的时候 要插到这边来 整个沙滩就百分之六十多 这样就不是公平竞争嘛 最起码大家都在上面 客人假如要租 客人设计不好听的 台北的消费比较高 来支援支援支援三百四百五百都没关系 我们这边就固定两百 反而两百的棉原株 对啊 这些占用的洋伞只要到假日 就会出现在沙滩上 其实大五人沙滩原本是北关处管理 目前正进行播交程序给市政府 但因为沙滩属于未登陆国有地 公布门要强力执行 有其困难 那基本上大五人沙滩是比较特殊的例子 是我们跟北关处共同来管管理 不管是海域的安全或者是沙滩的管理 目前我们的分工是这样 就是沙滩的部分由市政府来做围管 包括清洁 包括这些人员的安全的维护 只是说刚刚讲在土地的沙滩的 土地悬署上面目前是未登陆地 市政府必须要完成土地的拨用之后 完成登陆之后我们才能有法源 来订定相关的法源来规范 目前正在做拨用的最后一步 完成拨用之后 我们相关法律就可以把它制定出来 来进行这个管理 我们到大五人沙滩来追踪 就是去年的一日三命的 这一个沙滩安全管理的问题 目前市政府已经将沙滩管理的部分 安全管理已经委外处理了 我们在现场也有看到 我们的救生的设点 以及我们的救生衣免费借用的帐篷 在沙滩实际上的管理 也有很多民众反应 跟墾丁的案件很像 就是有违规涉滩 露营等等的问题存在 那今天有很多的附近的邻居 也到场来讲了这一个事情 来反映这件事 那我们已经要求基隆市政府 应该要来积极处理这件事情 但碍于这个法规面的问题 所以目前市政府会先来进行 劝离的这个动作 那在法规的部分 因为要订定地方的自治条例 所以我们基隆市议会 也会来督促基隆市府 赶快在三个月内 看能不能完成这个自治条例的订定 那让我们警察机关 以及市政府的执法机关呢 能够有相关的依据 来实际的管理我们的大五轮沙滩 居民希望可以尽快制定相关法规 不仅恢复海滩容貌 也让店家可以公平竞争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 感谢